所以就是調整了那個賽道 說事遲啦示範 第一排的賽期就已經準備過了第一排的賽期 上次天后彈斷龍 跟著斷完龍 元朗都擲洗啦 你看看有多少案出現 又電鋸斬人又有些油路 這次大埔還要斷龍 這次就要大埔斷龍 他斷龍是不是大埔出龍的時候沒有聖龍啊 你知不知道龍舟出來要聖龍的 以前的龍舟爬完 爬完龍舟就要埋在沙裡 我們叫做臥虎藏龍 那條龍一定要藏的 到明天爬龍舟之前 你要挖一隻龍舟出來 跟著在廟裡扯龍頭龍尾出來 裝上龍頭 跟著爬去天后廟 爬去天后廟三次 那就代表拜天后了 拜完天后 拜完天后就要 如果你是去大廟 就是天后廟那裡 你去大廟的你要爬上山 撿草下來給那條龍咬住 那就為止彩青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隨便在外面來回三次去拜天后 那你醒完龍 要給一隻腫龍吃完 然後扔腫在海 這樣才叫醒龍 那條龍醒啊 那你走去爬他 你一個人啊 你一個人啊 你一個人剛剛睡醒啊 你還沒吃早餐都傻傻傻 那樣啊 何況那條龍 大廟是佛堂門那間天后廟 我們稱之為大廟 為什麼大劑呢 今年 你剛才爬那麼久龍舟 11點到12點那段時間爬著龍舟 你問他11點到1點只是天陰 有沒有下過雨啊 就是啦 沒有下過雨 都不會不下雨 真的沒有止五水 沒有止五水 香港下半年上了很多難 你還要大埔 現在爬龍舟撞斷龍頭 你說你大埔跟著有運行 我會跟你勝的 你就看一下龍頭爛了 你就看一下龍尾那條村 年尾會出什麼事 我不是說龍代表哪條村 龍是一條完整的東西來的 不是一條完整的龍才叫龍 你不是斷 你不是斷中間就撞爆龍頭 這些東西你不講啊 我就算不上來講 你們平時人看到都知道大家是壞事 那你剛才11點到1點 天天只是陰而已 沒有下雨 就是沒有止五水 沒有止五水 香港下半年上了順風順水都難了 你不下雨 就是沒有止五水幫你洗太平地 沒有止五水幫你洗太平地 你香港自然沒有運行 你香港沒有運行 你香港沒有運行 現在大埔還要撞 大埔條爬龍舟 就要撞斷龍頭 那你香港沒有運行 大埔都不用至於有運行 斷龍頭不是同天后 但武龍那條龍斷龍一樣 你那條龍斷了 那條龍死了 你的龍頭都被人撞爆了 那條龍不用自己翻山了 香港自從九七回歸之後 那個地運要見龍才發的 你那條龍死了 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真的不敢想像 那這樣有沒有得化解呢 哪有得化解啊 上次天后彈就斷龍 今次大埔 今次就到大埔排龍舟斷龍頭 被人撞爆那個龍頭 那你叫我怎麼化解 那天又不下子午雨 那天又不下雨 哪有得化解 那樣事情 那就是告訴你下半年不好 可以怎麼面對 香港人還可以怎麼面對 只有四個字 就是字求多福 那多些拜神 那當然有效的 那你當然要拜多些神 拜得神多字有神秘 對不對 做多些 香港人 香港人做多些 香港人怎麼說 要做多些好事才行 他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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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 我都不說 我都不懂得說 他現在怎麼會做 哪有什麼好事做 60歲的2元 他延遲到70歲才有2元 那這些叫好事嗎 60歲本來是2元坐車的 現在延遲到70歲才有2元坐車 他的政策 我都懶得說 他的政策有哪一條好的 我都沒見過他有政策好的 你抬高的工資 就不用輸入外勞 現在輸入外勞 那你算什麼意思 我今早起床 我不知道多好 我又不是住大埔 我又不是 我家裡四五桶子午水在這裏 我有什麼不好 我都不知道多好 我叫了你們今天要留子午水 你們不留 你們不留 我都沒辦法 都故意叫你們 昨晚好出 叫他們留子午水 求救總有 你打到來找我求救 就總有方法 但是那個方法要怎樣 我就 即是怎麼說呢 我就真的要斟酌下 看看有什麼可以幫香港 可以再幫香港做才行 就要 幫香港求簽沒用 菩薩 菩薩只會告訴你 香港運程衰的 你求菩薩幫 在菩薩裡求簽 求菩薩告訴你 香港衰 那你可以怎樣 中有兩桶子 大家要看一看 這是第3個 很快 太多運動了 很厲害 為什麼 好厲害 他們冠軍隊 果然是冠軍隊 不過呢 今天暫時沒見到他們 但我相信他們會拍攝 因為他們會拍攝 他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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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année是 他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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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拍攝 聖招 可以盞 前幾十四말 後面 Sentry 在我們的班 guts 整理 成為人 待會 對 厲害 太陽 Mas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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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